法华经开佛之之见 也为我们提供了修行的基础方法 妙法莲华经是佛陀注释最后八年所说的法 也是大圣佛教中极为重要的一部经典 佛陀总结过去四十多年的教法 提出诸佛教化众生的各种善巧方便 引导大众迈向成佛之道 因此佛陀在法华圣会上不止一次提到 我所说诸今而于此经中法华最第一 法华经的经中之王就是 法华经它本身就是超越身闻 必知佛菩萨因为它成佛的经 所以真正的法华经是佛教菩萨法 就是这些菩萨百千万一劫都在行菩萨道 从初地二地一直正正到这个十地 正到真正的要成佛 以前佛陀在讲法华经 为什么要给他圆通一切十方诸佛能够圆融的了解 圆融的去行六波罗密 所以这个成佛这个法华就是真正的成就者的菩萨而说 就是无上圣者大圣者 就是法恩赌罗三妙三菩提心的菩萨 能够一成不然而且能够菩萨的圆满 法华经借由教化众生善巧方便 让追求个人解脱的阿罗汉或自立立他的菩萨行者 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圆满觉悟的佛陀 历史上的佛陀早已涅槃 我们无缘亲自 但法华经提醒每个人都有一颗魔尼宝珠 只要愿意修行 我们也能在生活中触及究竟的生命实相 一如菩提树下的佛陀 法界新闻 蔡孟章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